大国摩托车手最近完成了高难度的特技挑战 骑着摩托车以80公里的时速 冲上了179公尺高的陡坡 先是在空中两次前空翻 再打开降落伞 人车分离 在山谷之间滑翔一段时间之后 最终安全着陆 他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一连串动作的人 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 更多资讯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同时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林佩杰 祝您顺心 晚安 再会